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运会比赛成绩可以看出 国语曾经在男单 女单上都具有非常强的统治力 而印尼则在男双项目上非常有优势 四 历届亚运会与毛球团体比赛冠军是哪支队伍 在亚运会历史上 国语男团曾五次夺得冠军 国语女团曾十次夺得冠军 显示出了超强的团体实力 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男团决赛中 中国队激战五盘 在陈龙不敌孙万虎 徐晨张南 赋予李龙大柳言兴的落后情况下班平比分 但最终小将高欢不敌经验丰富的韩国老将李炫一 国语二比三不敌韩国队 五元三连冠 今年亚运会国语男团派出了石宇奇 陈龙 林丹 乔斌等选手参赛 而且据报道 石宇奇将首次在团体赛中担任一单出场 而林丹有望祭汤杯后 再次担任最本三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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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